一部家有交情让她红遍了街头巷尾 并且写下了最成功的电视喜剧 而现在她依然是青春动人充满了活力 并且在商界闯出了一片天 给观众我们来欢迎 永远的娇娇张丽敏小姐 再看我一眼 再看我一眼 别记得说再见 让我能留恋 让我能留恋 是你的梦更甜 你今夜说过的话 我会把它当作心愿 我对你说过的话 我会把它当作试验 真的是太棒了 今天一开始娇娇张丽敏小姐带来这首 相信大家是非常耳熟能详的 再看我一眼 娇娇 您好 沈春花 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真的好棒 而且今天还带来了这个 韩贤光老师 对不对 一开始就由这位音乐总监 来帮你伴奏 真的太棒了 而且我觉得一开始 再看张丽敏一眼 我的天哪 你真的刺激到我们所有的人了 怎么身材保持得这么的好 真的 我呢 我觉得健康最重要 我是奉行这个孔子说的 清早起床 打扫庭院 真的吗 在美国的话呢 我就会少少院子了 少少院子 然后流点汗 然后跳游泳池 一个游 而在台湾呢 我是明天讲到就用妈妈地板 然后呢 热了就去乘个Shower 就是我的Happy Hour 像你不会说很定期地找一个什么 教练来帮你这个什么 雕塑你的身材 有没有这么刻意 我没有这么奢侈的 都是很刺激人过日子的 不过我觉得今天 这个丽敏姐的出现 真的给所有的这个女性观众朋友 一个非常大的刺激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鼓舞 就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 真的女生在不同的阶段里面 还是可以维持得非常美丽 而且身材是非常的棒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 我很简单 然后我的想法也很单纯 所以没有什么烦恼 OK 然后也很会制造这个生活的乐趣 自己寻开心 对 其实这一次呢 我们有机会呢 在台湾再看到这个张丽敏小姐的演唱会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了 因为呢 她离开台湾的演艺区 大概有20年了吗 2012年了 2012年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你等于就是淡出演艺圈了 在台湾的观众 其实没有办法再看到你的一些什么作品 或者是听到你唱歌 对不对 所以刚才那个歌声一出来 我相信打开了很多人的回忆 真的 而且你的歌声是非常特别 就有你很娇娇的那个味道在里面 对不对 就是嘛 这是无人期待的 为我独尊的 为什么想到就是说在离开台湾演艺圈 20多年之后 决定在台湾开个演唱会 自己需要一点勇气哦 因为毕竟也是很久了 不是要一点勇气 很大的勇气 对 这个说来话长 因为很长久以来呢 一直有人不断地要找我开演唱会 要约嘛 对不对 但是我是想都不用去想它 我觉得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我觉得真的是很巧 然后我在美国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潘安邦我从来没有跟他碰见过 潘安邦 对 可是去年我去马来西亚 我们两个就在飞机上碰到 然后下了飞机等行李又碰到 然后有一天我这个逛街 又碰到他 然后回来的时候又大同一麦 然后又在那边等行李 然后他就不停地跟我说 他说你应该出来开个演唱会 你看啊 我就是那个澎湖的外婆湾 害我开了多少场了 他有那么多歌 你怎么不来 出来拍一个 我说不行... 我说太恐怖... 他说你放心 没关系 现在的那个音响非常棒 你知道 音响可以三点忙 对 我说我那个中气不足 而且我太久没有唱歌了 还有那个唱歌的热情 也都消失了 他说你放心... 我帮你介绍一个韩老师 那个音乐要重新弄 然后还帮我介绍韩老师 其实韩老师在国内 当然也非常地资深了 也帮很多的艺人 不管是编曲也好 开演唱会或者是制作音乐也好 但是当你听到张丽敏小姐 我们如果很务实地来讲 的确 她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毕竟就说已经也一二十年 没有真正的唱歌了嘛 然后这是第一次开演唱会 对不对 跟以前在电视台里面 录歌或者唱歌又很不一样 那你会发现这个 张小姐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吗 我觉得她的案子对我来说 做这么多演唱会 有一个最特别最特别的就是 我们后来讲好 什么时候要开演唱会 对 就是去年见面的 去年在谈 然后说明年大概十月份 开演唱会 她说那我大概三月份 就要拿到编好的东西 我说哪有 平常都是演唱会前两个月做 还来得及 她说不行 我一定要半年以前 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碰到 做演唱会 半年以前就编好了 对 然后就做好全部的彩排 不止半年 不止半年 还超过 我们一月就编好了 对 我就跟她讲说 我就陪她练歌 笨鸟先飞 所以你要很充裕的 准备的时间了 对不对 其实她很爱唱歌 然后对自我的要求很高 然后还带我们到山上去骑马 然后她对着山这样唱歌 就练歌 蛮好玩的 所以我说没关系 这是开始嘛 还有很多场可以做 对 所以这个演唱会事实上 会是在十月份 来演出 大概有几场 两场 有两场的演唱会 是在十五跟十六两场 对 那就是在什么地方 TICC 国际会议中心 OK 好 所以不是挑战小巨蛋 小巨蛋就更恐怖 下个目标 下个目标 那要提前两年编好去 那要提前两年编好去 我还想多活鸡 这样子 好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再来聊一聊 张丽敏 娇娇 是陪伴很多的 台湾的观众 在他们成长孙悦远好 或者是在他们 可能工作的时间里面 可能最欢乐的那段时光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 娇娇 张丽敏 张丽敏开口腰同胎 崔台卿付出有希望 你跟崔台卿 这几年还是有联络 对不对 去年啊 本来她很敢开演唱会 她说你一定要做我的特别来宾 那段时间她好像下手 那你有办法请她 当你的嘉宾吗 你放心 OK 真的 对 沈春华Live Show 今天沈春华Live Show呢 我们请到了这个 当年的这个可以说是 最受欢迎的电视喜剧 加油娇气的女主角 这个张丽敏 回到这个舞台前面 跟观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 而且她这次呢 要开演唱会了 其实这个娇娇张丽敏呢 可以说这个出道的时间 也蛮早的 好像当年在念书的时候 你是文化是不是 对 在文化念书的时候 你们那个班不得了了 简直是个明星班嘛 对 你们那个班好多 人才北出 就从我们那班开始 对 好多人讲一下 比如说有那个 崔台青是跟你同一班 崔台青啊 崔台青 隆隆啊 隆隆 隆隆 还有孙嘉玲啊 孙嘉玲 对 她第一个当电影明星的 对 孙嘉玲 对对对 珍妮也是吗 珍妮是第一班 第一班 OK 那事实上在那个时候呢 是怎么样这个 你有机会出来演这个电视 进入这个电视圈呢 是怎么样被发掘的吗 那是英雄初少年 你是被星探发掘的吗 不是啦 我在第一年我就参加那个 学校的 画剧 舞台剧 对 那就得到全国大专的这个冠军 所以呢 所以学校的那个报纸呢 就《风云人舞》就等我了 对 然后当然电视台那个时候 也是很需要人才 所以他们的制作人都会来看我们的演出 对 所以这样子就是很顺利的就进电视台演 演演那个什么电视剧啊这样子 对 那个时候演电视剧的环境 跟现在这个拍这个电视剧可能非常的不同 在你印象当中有没有比较什么有趣的事情 以前的这个 我觉得以前的节目呢就比较精致 因为 以前比较精致啊 对 因为 就录影的时间比较长 一个节目我们有两天时间要录 不像现在好像都是快餐你知道吗 一边写然后一边改 然后就一边录这样子 对 然后以前的电视剧呢 就是比较足重家庭啦 温馨啦 现在好像随便你乱说八道 胡说八道都可以 以前不行的 你的这个合作的这个对手 是包括了金涛跟关勇嘛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好像这两个大男生 会捉弄你啊 我这学校刚毕业 所以那小鬼头 对 他们俩已经是大明星了 有两个帅哥 所以觉得心里面不太平衡 我们两个来帮衬你这小鬼 总要给我们点甜头 对不对 然后呢就想想 你们是喜欢 口头上吃吃豆腐 因为他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 就是调皮捣蛋习惯了 他是调皮捣蛋的 对 OK 所以你跟他们两个相处就是 虽然觉得有的时候 可能被他吃吃豆腐 但是也还很开心就是了 不 我跟他们是保持距离 以车安全的 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们除了在对台词之外 我基本上平常不跟他们讲话 你怕他干嘛呢 我怕他等一下对我有什么好感 怕他对你有好感 对对对 不要给我对我任何好感 对我有恶感最好了 你知道 其实在这出戏里面呢 这个焦焦呢 还赢得了一个外号叫做小迷糊 这个到底是戏中的你 还是因为戏外的你 所以你的好朋友才叫你小迷糊 我那个时候的个性啊 也就是迷你糊糊的 啥的外型的 对 那也是因为在这部这个电视剧里面 就说那个造型啦 或者是那个个性的描写啦 也很符合当时你的可爱啦 天真对不对 所以就等于是一炮而红了 这个戏喔 在当时推出了大概有四五年对不对 对 接近五年 接近五年的时间 而且是非常的受欢迎的 所以也很奇怪就是说 为什么眼着眼着 你好像就跳槽了是不是 因为我想换个环境 在那个 在当时在中式里面上上下都很宠我 对 所以而且喜剧演的 演了那么长的时间呢 剧本真的是蛮难的 对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换个环境 然后朝 综艺节目去发展 OK 可是那个时候有传出来就是说 当然了除了你可能讲的 这个所谓的官方说法之外 很多人这个传的讲法就是说 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崔台青也要到中式来是不是 是因为这样吗 不是 那没有跟他无关 跟他无关 对 因为大家就讲说 因为像你们班上出了很多大明星 而且每一个人各有一片天嘛 那当然就很多的大明星当中呢 可能就会有一些心结啊什么的 所以你跟崔台青有过什么这个心结吗 但是我到了台市以后 对 那么 他在华市 我们节目永远是对打的 然后听说他要到台市来了 我就问节目部经理 我说是不是他要来了 嗯 没有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这个事情 嗯 我说那报纸怎么样登了 哎 我不知道 嗯 我说我告诉你啊 如果他来的话我就要走了 节目部经理说你放心 我打包票 不会的 崔台青不会来的 我说 你就是台市唯一的宝 我说你不要骗我 对 他说不会的 不会骗你的 OK 就过几天吧 又登了 节目名称都有了 名称都有了 对 我又去问他了 他说不可能啊 节目的话一定会这个公文音信会到我这 我没看到 对 节目部经理跟你再三保证说没有 又打包票 不可能的 对 他来我会走的 是 结果过一阵子 哎 进棚时间都有了 啊 怎么会这样呢 对啊 奇怪了 我说啊 你说不可能怎么进棚时间都有了 对 他说真的不可能 不会的 OK 我说那我告诉你 他的节目呢 如果在你的频道上面出现的话 我就走了 嗯 结果他 进棚的那天 我就到了华市 是真的崔台青就进了台市了 对 去年啊 有一天我们两个喝下午茶 聊天聊聊聊 你跟崔台青吗 对 聊天聊聊聊 他说那当年他到台市啊 怎么知道 我说有一个事情我要问你 我说当年你到台市的时候 我们的节目部经理啊 我说我是为你离开的 你知不知道 你就这样跟他讲啊 对啊 我说当年是为了你到台市我走的 你知不知道 他我不知道啊 他说你知道 那个经理一直骗我 他说你来他都不知道 真的也说瞎话嘛 对 我就讨厌人家骗我 我说他到底知不知道 对 他说我相信他是不知道的 天哪 那也很怪啦 一个大明星要来 怎么节目部经理都不知道呢 他说他的节目呢 是外置外包 外置外包他也会知道啊 所以跟节目部 根本就没有联络过 是跟业务部去买那个时段 然后他们制作好节目 就到你那去播 去播出而已 当作一个播出的平台 对 是这样子 那我说我可是冤枉他了 冤枉了好人啊 这个真相永远只有那位经理 心里晓得吧 因为平常讲 那个经理不管是外置 或者怎么样 应该还是会有点耳闻吧 不过也可见他们也很重视你 实在不希望你离开啦 那可是当你跟崔台青 因为毕竟你们当年是同学嘛 那这几年还是有联络 对不对 所以你们并不是外传的 后不见后嘛 不是 但是我们也 那时候在做节目的时候 我们也很少机会碰到 确实存在竞争关系啦 这是难免的嘛 我们是彼此的假想敌 那像你现在就是 很有勇气的要出来 然后面对你的观众 开演唱会 你会不会鼓励一下崔台青说 因为大家也很希望 他能出来 本来是他鼓励我 不是我鼓励他 真的啊 他鼓励你啊 本来他想开演唱会 他说你一定要做我的特别来宾 本来是他要开演唱会 他说你一定要做我的特别来宾 我说好 结果他呢 七才八他对自己 还有不满意什么什么这个 反正结果反而是我 我觉得这是秘密实在太好玩了 当他讲的时候 我一点那个 一点感觉都没有 一点那个概念 一点那种想法 想法都没有 有那个想法没那个勇气 你知道吗 还没办法付出行动 对 那你有办法请他当你的嘉宾吗 这一次 我想很难 因为他争透了媒体 媒体实在是对他不厚道 不会啊 我觉得其实大家还是很关心他 最主要可能是因为他希望 每次喔 对 就是他的私生活总是被人家拍到 所以他觉得很不满意 ok 所以现在他还是很拼命在做运动吗 你的了解是 好像就是有一段时间啦 我跟他两个去跳那个跳舞啊 练肚皮舞啊 肚皮舞 ok 对 就那段时间 后来我回美国了就中断了 对 那一段时间他蛮有效的 一下子瘦了三公斤 瘦了三公斤 对 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啦 你愿意这样子的话 你就真的要付出一点代价 对不对 对 因为这样子对健康也比较好 对健康也比较好 对 年纪大了最怕有三高啊 还好我都三都不高 这个张玲玲小姐呢 她这个从小的时候呢 事实上家庭的这个结构呢 兄弟姐妹也很多 总共有八个小孩 对 对 你是八个小孩嘛 对 然后你是排行老七 对 排行老七 对 属于备受宠爱的吗 还是因为孩子比较多 可能你没有特别感觉 没有 我爸好像他只有一个小孩就我 真的啊 这么偏心啊 对 为什么会这样呢 张玲玲自爆没朋友 前夫控管超严格 进入这段婚姻之后呢 将近三年的时间都在思考离婚啊 因为她很没有安全感 不要你跟任何人有来往 就到后来啊 我其实我没有什么朋友 所以非常痛苦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爸爸会特别偏心你呢 因为我可爱吧 然后我善解人语 你那些姐姐啊 哥哥都要气死了啊 嗯 因为我很 嗯 怎么说 我很贴心 贴心 对 我爸爸呢 他以前抽烟哦 所以他有的时候买一包烟 我就会偷 拿个一根两根的 有时候他呢 钱也没了 哎呀 烟也没得抽了 我就问他 爸爸你想抽烟吗 嗯 想啊 他说我有烟呢 你怎么会有烟 我就帮你存了一根 天啊 还有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难怪他觉得你太贴心了 对对对 你还会帮他这个准备这个 就是以备不时之需的烟就对了 或未雨绸缪 哎呀 这个小女儿真的 真的挺有心机的 难怪真的就 正中爸爸的下怀 你知道吗 就爸爸就特别开心了 所以爸爸非常疼你 对 那你后来决定这个 从事演艺圈 爸爸是一开始就很支持吗 基本上呢 我是做什么 我爸爸都是蛮 蛮支持我的 但是从事演艺的工作 他是不太支持的 但是我就跟他说 天生我才必有用啊 我说我的脑袋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脑袋啊 就是很容易寄东西啊 念书都可以 我说我的 只是在这个演艺的方面啊 特别有才华 对 如果你不让我往这方面去发展的话 我告诉你我的一生会非常痛苦 我的人生会非常的黯淡 我 我真的是你会毁了我一生 对吧 他觉得有这么严重吗 我说是的 我做什么东西我都不起经 结果老爹真的被你说服了 对啊 所以我坚持要上文化学院啊 对 我坚持要念影剧啊 对 他也就同意了 对啊 那妈妈呢 妈妈也是OK的吗 妈妈是打死不那个的 她是觉得你跟女孩子啊 学一点会计 你一辈子找得到工作 是比较传统的想法就对了 对 那后来怎么也同意了呢 就是因为老爸反而反过来 帮你讲话 我想我要做会计的话 三天那个老板就请我走路 这样搞得乱七八糟 我这怎么当外景呢 所以后来就是爸爸因为也同意了 就帮你说服了妈妈 所以你就很顺利地走上演艺这条路了 对不对 所以你的演艺之路交交交看起来是非常顺利的 对 会不会你这样觉得 我的一生都是蛮顺利的 都是蛮顺利的 会不会你觉得 在你的一生很顺利的过程当中 就是你会觉得婚姻或者感情是比较不顺利的吗 这也不能这么说 当我碰到我先生的时候 我的ex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亲人 也是一个好丈夫 因为我交交的 不是一个大企业家 或者整天喜欢忙着事业 家里只是旅馆一样的 回来睡个觉就走了 对 我要一个人跟我一起生活的 跟我一起拉拔着孩子长大 对 享受生活上的点点滴滴的 你知道 那我觉得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你知道 可是 在我们生活在一块的时候 我觉得 我们的想法怎么搞得常常 是南辕北侧 然后个性方面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在价值观方面 也是差得很不一样 对 很不一样 但是 我觉得老天是蛮公平的 什么都给了我 没有给我一个好婚姻 但是我觉得 就是 虽然不是很圆满 可是 还有别的方法 对 可以把它弥补的 比较圆满 对 所以我们常常 虽然离婚了 可是我们常常 就是 礼拜天 一起去接我的婆婆 我婆婆做礼拜 我们去教堂接她 然后一起吃饭 带着小孩子 我不要让小孩子觉得 说我们之间有什么 紧张的情况 对 我从来都告诉小孩子 说你们要 爱爸爸 因为我觉得父爱很重要 而且很奇怪的就是说 其实你当年 在选择婚姻的时候 你这个演艺前途 还一片大好 所以很多人就说 怎么你 你就跑到美国去结婚了 然后就生了小孩了 那个认识 这个前夫的过程是怎么样 怎么会认识他呢 是一个看 从小看我长大 一个大哥 他跟我说 我有三个朋友 从美国来 他到时候啊 你出来给我们吃个饭 帮你介绍朋友 对 他说有一个是单身的 我说 这样子啊 结果后来 就这样认识了 然后他们就 就回去了 常常跟我 所以你认识的是那个未婚的 对不对 单身 唯一的单身的那个 那那个时候你的印象是 就立刻觉得不错吗 还是怎样 没有 也觉得也没什么 没什么 觉得就是 也没什么深刻的印象 OK 就是反正 单身嘛 没过来的嘛 就这样 然后 常常给我打电话啦 每天给我送花啦 什么的 然后这个单身的男士 就真的对你展开公式 所以他对你是有意思的嘛 对 有一阵子我生病了 他马上就飞回来 然后这样子陪我照顾我 我觉得他好像我妈一样 因为只有我妈会拿着一口菜 这样子在后面追着我 你吃一口吗 吃一口吗 你吃点东西吗 有时候忙起来要上节目 他有一些 没有胃口吃东西 对 我妈就会这样子 他的动作也出来 吃一口吗 所以他身上看到了 爸妈的影子 对 我觉得OK 然后我生病的时候 你会比较脆弱嘛 觉得好像 很容易感动 我是不是应该有个人照顾我 真的以后 年纪大了 是不是应该有个伴啦 你就会觉得 好像 然后又觉得 在我生命当中 我要有儿有女 对我来讲 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那试婚连里 我觉得也应该要掌握 对 掌握对象 所以就是因为这次的照顾 你的心就融化了 所以你就决定说 我从来不生病 真的 翘翘翘 真的 我这么大很少生病 不过Anyway你的意思是说 那次的生病 反而就给了你 认识你前夫的机会了 对啊 给了他表现的机会 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 所以你就决定 我要早一点认识他 我大概也是 八字没有一篇 因为忙节目这个那个 晚一点认识他 说不定我会嫁别人了 不知道 真的很难说 对啊 然后呢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你就决定 放弃你的演艺工作 对不对 那个时候其实 你要再做 做得非常好 你可以继续往下做 对 那你不会有眷恋吗 就是说你看 在演艺圈 其实对你来说 当时是名利双收 那你进入婚姻以后 尤其是你又到美国去 那就是完全不同的光景了 对 你会想过说我要放弃这些吗 当然啦 我觉得我如果有一天我要成家的话 我要脱离演艺工作 我要完完全全的进入家庭 对 进入这段婚姻之后呢 它出现了什么状况 好像说因为你事实上 婚姻里面是七年嘛 但是你说你有将近三年的时间 都在思考离婚啊 就是个性上的不同很快就显现了 对不对 对 我觉得 因为我知道我的个性 但我 我是一个什么 就是爱情要感情洁癖的人 你知道 我觉得感情不能有瑕疵 你知道 一有瑕疵的时候 所以一个瓷器 那爱情好像 感情好像瓷器一样的 你要很 很小心地维护它 你不要把它丢过来摔过去 扎过来 然后再来缝缝补补的把它的 就不完美了 已经不完美了 而且也不能用了 OK 它一定会漏水了 就算一个小小的缺口 你都很疙瘩了 所以你要 对不对 对 所以当它已经很多的裂痕的时候 我觉得没有再存在的价值了 而且我觉得人生有这么长 如果你要跟一个你已经不爱的人 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蛮痛苦的 张丽敏心碎昏变 放弃孩子全因为 因为我爸爸对我的那个影响 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就无条件地让他在 然后呢 每次一讲的以前我就哭了哭了 对对对 好难过 但是婚姻对我来讲 又是那么重要 儿女 我觉得我对不起她们你知道 那时候挣扎得好痛苦 每天睁开眼睛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那个 还有这个叫什么 贤妻良母 好像一个皇冠戴在我的头上 我真的捨不得把它摘下来 你知道吗 真的在外界的人看我们 多幸福美满 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我真的是一个贤妻良母 你就成家有娇妻的 真正的娇妻 对啊 然后你一离婚 你那个皇冠 就要把它给摘下来了 我每天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要不要活在人家的这个 这个对我的期待里面 对 还是说我要做我自己 我要做一个 我要活我真实的人生 你知道 所以 但是呢 婚姻你是不能轻言放弃的 对 所以我曾经做很多 很多的努力 这个努力是包括 你试着去改变你自己的个性 或者是去体谅他 可能他出现的一些状况 是你很不喜欢的吗 我是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说 你不能轻言放弃 因为有一天我会 我要闷心自问 我当初没有做这个决定 是 我做这个决定是对的 还是错的 我要给我的儿女 要一个交代 我要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是不是我可以再忍耐一下 是不是我可以再调试一下 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不对的 我自己要再改进一下 对 那就过了嘛 就OK了嘛 对 但是我觉得个性的问题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环 就是过不去那个关 对 我甚至于有的时候 我也想 我赶快老吧 我快点老吧 这样他就放心了 他就不会那个什么了 那 他的因为他很没有安全感 还是怎么样 有的时候我在厨房里面 跟我的工人 有说有笑 我们谈谈 那个轻松的话题 他都会跟我说 你跟他是不是同性恋 你知道 OK 我的天 所以他的 这同性恋 我要找个美女了 拜托 就是他的想法 我想法 就是跟你完全没有办法 搭在一起 对啊 他比较疑心 然后可能会想得比较多 那你是一个很热情 很外放的人 就觉得这朋友 然后就算我们跟一般的工人 聊聊天对不对 表示我们的友善 这个是很好嘛 就是他就是说 不要你跟任何人有来往 你知道 然后有时候是一些 我到美国其实我没有什么朋友 对 有的朋友都是台湾去的 以前认识的 对 有时候邻居来了 什么的 他就 一出门他就很不放心 所以到后来 我跟他参加什么派对 我都会跟他讲 我不要跟别人握手 当别人伸出手来的时候 你的手先上去 OK 你帮我挡 我真的 我连握手都不想跟别人握手 因为其实你也很在乎他的想法 你也不想给他任何的误解 对 但是这种平常的礼仪社交 就会造成你的困扰了嘛 对不对 对 我就是说 连这个我都不想 就没有办法 OK 所以 我觉得人生很短 我要很真实的活 对 我要为我自己活 其实如果没有透过这一段分享 我想很多人可能真的不知道 原来在张力美的心中 他对于家庭 对于儿女 其实是这么重视的 而在离开婚姻的过程当中 的确他也经历了非常大的挣扎 所以对你来说 那个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说 你有没有办法让你的儿女了解 对不对 对 然后跟他们在维持一个非常好的互动 但是我知道你跟你的一双儿女 其实你的感情是非常close的 这个也很不简单 就是你在不同的家庭结构之后 你要怎么样再跟他们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亲密的互动 而且因为那个当时就是说要打那个离婚官司嘛 你后来也是因为有一个心念你想通了 你就想说 哎呀我不要打官司了 因为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儿女你知道 那他也要一个他就不放儿子 他只给我一个女儿 哎呀我就很难过 因为儿女 你不应该把它当家具一样的拆开 你要桌子我要板凳 对不对 不可以的 对 他们必须要一起成长 你要不然你就两个给我 要不然的话 你带 可是我又不放心 你舍不得 我又舍不得 对 所以在那个观念上面 我就没办法你知道吗 当然两个都要争取 对 可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那时候回台湾 对 然后胡亦梦她妈妈在病床上 我就看她 我就问胡妈妈 因为她也是从小把胡亦梦一个人 这样子自己拉拔长大 对 我说胡妈妈 嗯 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好呢 还是把孩子给爸爸好啊 嗯嗯 她说 你知道 你再怎么辛苦啊 父亲的 这个 分量在孩子心目中 是天是地 她说 一个妈妈是永远无法取代的 你知道 哎呀 那我就 我觉得真的也是这样 因为我爸爸对我的那个影响 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知道 父爱 对 觉得是真的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 那个时候郑佩佩也刚刚离婚 然后我也问她 我说你觉得 该带着孩子好还是 还是把孩子给 孩子给爸爸好 她说 你要知道 妈妈 永远跟儿女 是脱不了关系的 对 你妈妈永远是关心她们 爱她们的 对 她说一个男人 久久不看到孩子 她就不一样了 你知道 而且她要是交了女朋友的时候 她更没时间来看孩子 那个感情就会淡了 对 你知道 那她们两个的建议给我 蛮重要的一个影响 然后那个X也来找我 她说 我们两个在律师费上面 都已经花了这么多钱 如果这个钱给了我们小孩多好 是 也对 这样想也对 她说 我们为什么会让 我为什么要让律师来赚我们的钱呢 她说你知道 我又是那么省事俭用的 她说你也不是一个浪费钱的人 对 她说我们可以好好的谈 小孩子我带你放心 她说你太宠小孩了 你只会把他们宠坏 那她说你要看小孩 你随时可以来看他们 大门永远是为你开的 不然的话我跟你讲 放假三天 你一天半 我一天半 OK 我如果一生都要活在那个 斤斤计较 我给你约好十二点半 结果你一点钟两点钟来 我是不是又是满肚子气 对 而且对孩子来说 她也是很大的阴影 她又觉得说我好像一个商品 我被切割了 对 然后一天半 那你带儿子我带女儿 然后我们再交换 那这儿女两个 永远碰不到头了 我说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他们两个要一起成长的 不能把他们拆开 对 我说好吧 那你带吧 OK 所以我说无条件的让她带 其实你要的是争取两个孩子 在一起生活的那个监护权 然后我那律师还说 我告诉你 我能够帮你争取的一分钱 我都会放过她 对 我就一直哭一直哭 好 我说我要的不是钱 对 我说这不是我的生活 OK 我想家庭 你知道 我就一直哭 她说你真奇怪 我应该帮你介绍一下 我的那个别的客户 给你看看 人家都是要钱的 老美的都是 对 一部车子 身体多少算多少的 对 四个轮子 恨不得拆掉你两个 我两个 真的 她说你们中国女人 怎么这么奇怪 还讲什么情 什么家庭 对 对 每次要儿女 不要钱 我就一直哭一直哭 她说你真的奇怪 OK 我说因为我的 ex 她以前讲到她的点点滴滴 我也是好难过 你知道 每次一讲她的以前 我就哭了哭 对 她说她以前 以前的留学生都这样子 妈妈辛苦 叽叽攒攒 200块美金 带到国外 带到国外 然后你的生活费 学费 就从那200块 开始起家 你知道 所以那暑假 她就去要打工 你知道 然后美国有个地方 就是Hondipo前面 就是一大堆工人 会在那边等工作 对 零工 然后我们在工头来了 一个小时多少天 十个人上车 对 十个人就走了 就带走了 她说我妈呀 我到那儿 那些工人都有经验的 自己带了一壶水 那是干嘛 你知道 摘柠檬 人家还戴着剪刀 她啥也没戴 人家戴着手 她啥也没戴 我还有就去摘 那柠檬很多次 你知道 后来我们家院子有一颗 我知道 很多次就摘了 满身刺的 都是那个玄 你知道 都是那个伤 然后中午了很 口很干 她也没带水 就几个柠檬 就酸到不清 所以她们也是很辛苦的 所以她的钱 是这样子叽叽攒攒 她的财富 你知道吗 所以难怪她会那么节省 我怎么能去分她的钱 你知道她的财 张丽妮最思念的人 仅是幼稚肌肉男 你希望谁能够来听这场演唱会 我当然最希望的就是 最牵挂的人 可能你要说一下 偷偷一下 一个肌肉男 你知道吗 肌肉男 他几岁了 他21岁 哇 她最难过是我婆婆 所以我就跟我婆婆说 你放心 从今以后 我会把她当做我的兄长 OK 我们还是一家人 她还是我的家人 她虽然不是我的先生 可是她是我的兄长 对 我说你还是我的婆婆 所以你不用难过 所以婆婆其实很舍不得你 所以我们还是常常一家人这样子 中天过节 或者是什么礼拜天 我们一家聚 所以别人都看不懂 她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们离婚了没 好 所以呢对于这个 小迷糊交交张丽妮来说 其实这一堂婚姻的课 可能是你人生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学习 你最后你决定就是说 我为了我的儿女 其实我什么都可以不在乎 对不对 因为其实这就是你最要的 对啊 你可以放弃这个离婚官司 你可以放弃可能 我除了没有睡在这个房子里面 我其他的生活都没有什么改变 没什么改变 都还是以小孩子为重心 这样子 对 所以这对儿女对你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那她们也可以体会到 妈妈的用心良苦了 现在女儿多大了 女儿现在大学毕业了 刚刚开始做事 哇 你可以想象吗 导播你看看这个人 有一个大学毕业的女儿 那儿子呢 我儿子现在是一个肌肉男 你知道吗 腋肌男 OK 他几岁了 他21岁 21岁 所以是女儿比较大嘛 女儿大一岁 对不对 然后这双儿女 都跟你保持非常好的互动 然后在演唱会的时候 他们会回来听吗 我女儿会 我儿子还在上课 所以不走开 所以女儿会 但是女儿会回来听你的演唱会 这一次对于张丽敏来说呢 是在台湾的演艺圈里面 在睽違了大概20多年之后 他又非常有勇敢的 非常有自信的 当然也是在很多朋友的鼓励之下 他决定来开这个演唱会 所以丽敏姐如果对你来说 你希望谁能够来听这场演唱会 我当然最希望的就是 我以前的 喜欢我的观众朋友 老观众 对 很多人去听这个演唱会 其实对他们来说 就是代表某一段的这个回忆 你知道吗 所以当他们去听 张丽敏的演唱会的时候 那个脑海里面 可能就是在更年轻的岁月时候 或者是小时候 或者是在年轻时候 看那个加油交气的那个片段 当时的生活 而且我的演唱会 很好看很好看 是怎么样好看 那你要说一下 你要透露一下 是在歌在舞 还是怎样的 对 然后我也会跟大家分享 我在美国一些 很好笑很好笑的事情 你在里面还要说说唱唱啊 对 有什么好笑的 人家就说了 跟大家分享啊 OK 所以就是 我想大家呢 把它当作来参加一个 很有趣的派对 对 我一定会带着大家 欢乐一场 欢乐一场 OK 非常令人期待 然后又经过一场感情的那种 犀利 对对对 又有很多的抒情歌曲 所以我觉得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 再来听佼佼来演唱各种不同的情歌 我想那个感觉很不一样 因为对于他来说 他的人生也经历过很多不同的情感的这种风景 而且我的嗓子呢 以前呢比较尖一点 比较清脆一点 对 现在比较成熟 现在成熟了 对 好 刚才说到 因为呢人生经历过不同的这种风景 跟不同的感情的波折之后呢 唱出来的歌会很不一样 那对于你来说 你现在是感情已经有另外的依靠了吗 还是空窗期呢 还是在期待中呢 这个感情嘛 我是期待不可一世的情愿 这怎么说呢 因为我这辈子已经错过太多了 OK 所以现在再碰到的话 必须要延续到下意识才 我才划算呢 你会再接受吗 如果说有出现不错的对象 没有啦 我开玩笑啦 其实呢 怎么说 这个期待爱跟情 是每个人都会期待的 这baby是刚刚落地的时候 你把他抱在怀里面 拍拍两下他就会不哭了 就是因为有爱了 对 当一个人要走的时候 要闭眼睛的时候 他最期待的就是 他身边的一些有情人 对不对 你最牵挂的人 对 所以呢 我当然不会期待 不会那个 当然也期待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要爱自己 爱自己 那才是重要 而且要学会 享受寂寞 因为很多的人是因为 怕寂寞而错爱一个人 有更多的人 有更多的人是因为 错爱的一个人 而寂寞一生 所以我觉得 爱自己是很重要的 OK 好 果然这个 佼佼张立民 这个 在人生的体悟上面 我觉得是 真的是更上一层楼了 刚才那两句话 我觉得所有的观众 都可以分享 对不对 我们应该更爱自己 不要因为错爱 而让自己寂寞一生 是不是 对 最后我可不可以要求你 再唱一首歌 因为虽然你希望我们去 听演唱会了 对不对 这当然也很重要 但是呢今天真的非常难得 到节目当中了 一开始我们听到了 经典歌曲 再看我一眼 最后呢 我们有点依依不舍 所以来一首什么歌 海老师就不见了 海老师 走过来 有有有 最后要帮我们唱一首 《离情依依》了 好 最后呢 我们来欣赏张立民小姐 带来这首《离情依依》 不过呢 当然 她应该更希望呢 有更多她的老观众 老朋友 在10月15号 16号的时候呢 可以到国际会议中心 来跟她一起去享受一个 最美好的回忆跟演唱会 我们谢谢张立民小姐 今天到神仲华Live Show当中来 也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歌声当中 要跟大家说再会了 拜拜 歌声音乐 歌声 刚才 passages 江蘇萍水 江蘇萍水